俄羅斯政府在15號表示 集結在烏俄邊境的部分軍隊 已經結束軍演 開始返回基地 並且再次抨擊西方國家操弄政治議題 雖然俄羅斯近期一再重申 沒有主動開戰的意圖 但歐美各國顯然不太買帳 首先是烏克蘭的反應極為謹慎 外長發文表示 在親眼目睹情況前 不會相信俄國撤退的消息 而英國首相強身更是大波冷水 警告各國還不能鬆懈 不但有強身出面回應 美國總統拜登也同樣表態 認為俄羅斯依然很有可能發動進攻 拜登不只不相信普丁會撤兵 還加碼宣布要加強嚇阻效力 有32名參議員在15號提出了制裁法案 要確保俄羅斯為潛在的侵略行徑付出代價 根據法案摘要 若俄羅斯當真進犯烏克蘭 美國就會強化制裁手段 實施對象擴及了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計劃 俄羅斯的主要銀行 甚至還有普丁身邊的親信幕僚 但由於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參議員在過去幾個星期 一直無法在北溪二號議題上取得共識 讓外界普遍懷疑此法案是否真能被國會通過 借以俄祖俄羅斯在西方國家口中不斷湧現的開戰意圖 歡迎新聞 劉謙文綜合報導 中國的年輕世代最近出現了躺平風潮 代表的是一種降低物欲 放棄努力的生活方式 卻觸動了北京當局的敏感神經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經濟雖然突飛猛進 卻也造成了大環境的競爭日益激烈 讓不少年輕人對於未來不再抱持積極態度 也因此強調少工作 少購物 不買房 買車 不結婚生子的躺平風潮才會引起共鳴 但如此消極的生活方式 顯然與習近平長期致力推廣的辛勤勞動理念背道而馳 當局不但要求網路平台嚴加控管有關躺平風氣的話題 還要求電商業者停止販售帶有躺平標記的商品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高舉共同富裕大旗 以激烈手段整治社會經濟現況 在這種時刻卻有年輕一輩開始追捧躺平文化 這對於國家的未來發展會帶來何種衝擊影響 還值得進一步的觀察 歡迎新聞有新聞綜合報導 我國有幫宏都拉斯的前總統葉南德茲 戴上手銬穿上防彈背心 走出住處時有上百名特警包圍他的住處 場面相當驚人 原來葉南德茲涉嫌協助販毒遭到美國要求引渡 宏都拉斯最高法院16號指判一名法官 負責審理美國的引渡要求 而葉南德茲向警方自首的同時也重申自己的立場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有可靠的資料顯示 葉南德茲十分貪腐 甚至協助販毒行為 而在葉南德茲的任期中 他的家人也被控大規模走私毒品至美國 去年才遭美國法官判處 終身監禁外加30年的徒刑 歡迎新聞 坦根尼綜合報導 英國安德魯王子遭到美國女子朱弗里的指控 在20年前年僅17歲時被王子性侵三次 不僅被告上曼哈頓地方法院的民事訴訟 還因此被英國王室剝奪了爵位和軍階 不過就在15號 雙方已經達成庭外和解 安德魯王子也向法院提交了新的文件 想請我們再把時間交給國際中心記者孫怡玲 是的主播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法庭文件顯示 安德魯王子已經和朱弗里達成庭外和解 雙方在文件隨附的聯合聲明中表示 61歲的安德魯將支付給朱弗里女士的金額是保密的 聲明中提到安德魯還打算向慈善機構提供大量捐款 以支持受害者的權利 報導指出 這項協議是在安德魯計劃出庭前幾週達成 他將在宣誓後接受朱弗里的律師訓問 不過安德魯的和解聲明中 沒有承認任何朱弗里的指控 對此皇室評論員認為 安德魯王子不會再參與公開活動 王室評論員查爾斯雷認為 安德魯王子已經重創王室形象 英國民眾也不再接受他 因此安德魯不太可能再參與任何公開活動 而對於安德魯王子與朱弗里達成和解 白金漢宮拒絕評論 歐元區正在經歷成立20年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率 其中以立陶宛的通貨膨脹速度最快 在一年前還接近0%的數字 目前卻飆升到12.2% 讓食品物價飛漲 當地甚至出現民眾開車100公里 跨國道波蘭超市購物的情況 而歐盟第一大經濟體德國 在1月份的通貨膨脹率也攀爬到5.1% 是將近3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政府已經祭出相應政策 幫助經濟弱勢者支付電費和取暖費等 然而據該國媒體評論 這些手段完全不足以應付通膨挑戰 也經常會強調德國消費者的困境 至於其他歐洲國家 法國的通膨率為3.3% 意大利的通膨則達到5.3% 除了能源之外 民生用品更是成為民眾的一大憂慮 不但咖啡和意大利麵等主食的價格被推高 法國人最偏愛的主食長棍麵包 也受到通膨浪潮的巨大壓力 據悉 過去20年以來 長棍麵包在法國的價格 僅上漲了0.23個歐元 約和台幣8塊錢 如今當地的麵包師傅 卻面臨了原料成本和最低工資 雙重飆涨的壓力 通膨引起的涼漪效應已經擴散 不但讓媒體經常性地批評 歐洲央行不採取聲息的動作 央行職委也發出指責 認為當局應對速度過於緩慢 讓通膨風險越來越大 歡迎新聞 劉謙文 綜合報導 太空旅遊公司維珍銀河 申布從2月16號開始 公開販售太空旅遊的機票 提供民眾大約90分鐘的 外太空旅行體驗 每張票價45萬美元 約和新台幣1250多萬元起跳 客戶在購票時 首先需要支付台幣400多萬元的押金 其中有將近70萬是無法退還的 接近起飛日期後 再支付剩余大約830多萬元台幣的微款 在此次公開售票前 維珍銀河已經售出大約600張票 消息一出也刺激公司股價大漲 將近32個百分點 但其實過去一年以來 維珍銀河的股價已經重挫78%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公司把商業化 太空旅行的正式營運時間延後了好幾次 如今終於敲定在今年第四季 開始商業服務 帶領前1000名登記的客戶 穿越大氣層 親身體驗外太空的神秘魅力 歡迎新聞 劉新聞綜合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晚語全世界 2.0 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晚語新聞台 前 Karl正恩 大家既然會經營安心 下一位